六家复仇记 第一章 家门不幸 陆子轩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 过着平凡而幸福的生活 他的父母经营着一家小型的企业 家庭虽不富裕 但也安稳 然而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打破了这份瓶颈 一个名叫天虎帮的犯罪集团盯上了六家的企业 他们假借合作之名 榨取了六家的钱财 甚至威胁和伤害了陆子的父母 陆子轩的父亲不堪重负 最终在一次冲突中不幸去世 而母亲则因为受到重创而卧床不起 站在父亲的墓前 陆子轩心中燃起了复仇的火焰 他发誓要将这些害他的恶人神之以法 为父亲报仇 保护自己的家人 第二章 潜伏与成长 陆子轩知道 仅凭自己的力量难以对抗强大的天虎帮 他决定暂时隐忍 积蓄力量 等待时机 他开始刻苦学习 不仅在学业上力求卓越 还按中学习各种技能 包括武术 计算机技术以及商业运营 在学校里 陆子轩表现出色 迅速崛起为校内的风云人物 他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并且在他们的帮助下 慢慢建立起了自己的势力 他秘密调查天虎帮的活动 收集证据 并且不断提高自己的实力 几年过去 陆子轩已经成为了一个拥有广泛人脉和强大技能的青年 第三章 复仇的开始 时机终于成熟 陆子轩决定展开他的复仇计划 他先是利用自己在商业上的天赋建立了一家企业 并且迅速将其做大 吸引了天虎帮的注意 天虎帮再次试图对陆子轩下手 但这一次 他们碰到了一个强大的对手 陆子轩利用计算机技术入侵天虎帮的系统 掌握了大量的犯罪证据 他将这些证据交给警方 并且利用自己的人脉 向媒体揭露天虎帮的罪行 天虎帮的高层开始感到不安 他们意识到有人在暗中对付他们 陆子轩并不急于出手 而是一步步瓦解天虎帮的势力 让他们内部陷入混乱 第四章 决战时刻 天虎帮的帮主终于坐不住了 他决定亲自出马 解决这个神秘的敌人 陆子轩知道 决战的时刻到了 他与自己的朋友们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 准备将天虎帮一网打尽 在一次精心策划的行动中 陆子轩和他的朋友们成功将天虎帮的帮主 引入了一个陷阱 这是一场激烈的战斗 双方都使出了权力 我原本不会把你们这些小毛贼放在眼里 但你们偏偏要将我六家赶尽杀绝 炸我钱财 欺我父母 我岂能容你 陆子轩冷冷地说道 他的眼中充满了复仇的怒火 最终 陆子轩在朋友们的帮助下 成功击败了天虎帮的帮主 并且将这个犯罪集团彻底摧毁 警方在他的协助下 逮捕了天虎帮的成员 结束了这场多年的斗争 第五章 重建家园 天虎帮被摧毁后 陆子轩终于为父亲报了仇 他的母亲也在医院的精心治疗下逐渐康复 陆子轩没有选择继续追求权力和金钱 而是回到了平静的生活 他重新经营起父母的企业 并且致力于帮助那些受到天虎帮伤害的人们 他明白 复仇并不是终点 只有重建家园 让更多的人过上幸福的生活 才能真正实现父亲的遗愿 陆子轩的故事传遍了整个城市 他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 战胜了强大的敌人 保护了家人 并且让正义得到了伸张 这个故事展示了陆子轩 从一个普通的大学生 经历家门不幸 逐渐成长为一个强大的复仇者的过程 他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 成功击败了强大的敌人 并且重建了家园 实现了自己的复仇与正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